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说到这个椎管内分辩针痛的适应症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是属于分辩麻醉的筋疾症的 这个就不合适 我们的筋疾症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全身凝血功能的障碍 第二个呢它可能有一些脊柱的肌形或者说某些腰椎的手术史 第三呢它可能有一个这个穿刺局部或者全身的感染存在 第四个就是说它有菊麻药的过敏史 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些孕妇她本身她就拒绝 或者说她由于特别紧张她不能配合医生的操作 一般呢就是这五大类的情况我们称之为禁忌症 那如果没有这些筋疾症那孕妇又有这种分辩针痛的要求 那医院又能提供那其实是所有的孕妇都可以享受到这种服务 的这种服务 这种服务 的 Lilj